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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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村须 每天下午4点都会见到吴柳文的身影 他做的豆腐十分抢手 通常不到一个小时 五板豆腐就会全部卖光 提起吴柳文 街坊邻里可谓是无人不知 他之所以能够让大家记住 不只是因为他的豆腐做得好 还因为他是龙门山歌队的队长 这个老人家的卖这里几年了 我今年刚刚七十六 这始终都买了 都不四黑 一般都是六点半都买了 磨豆有专门的豆磨法 天刚亮 吴柳文师傅就来到这里 昼雨过后 满是泥泥的乡间小路越发难行 已经七十岁的吴师傅依然坚持用手工方法制作豆腐 四十年如一日 他的每一步都遵循着传统 吴师傅依靠卖豆腐养家糊口 一直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 即使现在几个孩子都已经成家立世 他对豆腐的感情依旧无法割舍 豆腐赚到多少钱呢 豆腐赚到就是本身以来 他建了一个砸楼 就是这样 数到三个媳妇 就是磨豆腐就去找了 在养大三个小孩 我的大女儿一打烧烧烧烧 我的大女儿现在二十六岁 传统的豆腐制作工序看似简单实为繁杂 首先要把刚磨好的豆浆用开水按比例稀释 然后再把稀释好的豆浆倒入往豆中过滤 最后将过滤出来的豆浆煮沸 从磨豆到加水 再到过滤 煮沸 都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体力 按相应的比例 像热腾腾的豆浆倒入石膏粉 静置二十分钟 再剔出表面上的气泡 变成了香嫩可口的豆腐花 做出豆腐花之后 豆腐也基本成型 只需要把多余的水分挤出 豆腐切块 就可以拿到村须上卖 做豆腐最好时间和体力的 其实是打浆 一桶浆只能做出两板豆腐 吴师傅每打一桶 整整需要一个小时 因此他要买四五板豆腐的话 至少要打三桶浆 这个不倒呢 这个角度不倒的 每年农忙 他都会赶在夏天耕种之前 早早就起床磨豆浆 即使逢年过节 有几天可以休息 但是他也并不感到轻松 我过大节 就一夜就没睡了 为什么一节八三血 一节八三血 就是你做到都没人买的了 人家都已经吃了了 早前我就 五点半钟七血 七点钟已经豆腐齐了了 我以下都说初五初四个晚 我两夫妻就不敢睡了 一晚就下午不敢倒床 就不敢睡了 就做多少 大概做多少是两千 两千块 蒸二十板 在这做三板 就做二十板 重豆南山下 双风老家仙 磨龙流玉乳 蒸煮结清泉 磨豆浆麦豆 豆腐日复一日 波澜不惊 唱山歌就成了 吴师傅平淡生活的 一丝调味剂 大米是祖辈们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原始食材 相传村民上山劳作早出晚归 一路上 一路上用米饼冲击 所以米饼对龙门当地的农家人有着非凡的意义 如今儿女出嫁 春节回娘家 亲戚拜年 当地人都会带上自家打的米饼做礼 所以龙门的米饼又称为年饼 炒米饼 只要在村里听到炒米饼的声音 就知道一定有喜庆的事情 在节日里 互相赠上黏饼 成如心中最美好的祝愿 五官火是吴柳文师傅的妻子 每年他都会带领你全家一起做黏饼 过年的时候为什么要吃米饼呢 吃米饼因为过年时候要吃饼的 炒米是做黏饼 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均匀用力 持续不断地搅拌 需要付出一定的耐心 然后在这一面 我当时用这个额 都不断地搅拌 所以就会把这个额 然后就坐那么多 五婶正准备做米饼的食材 大家围坐在院子里 一边打米饼 一边闲话家常 有啊 有点 有点 拿起来 快点 快点 开始有米饼先炒 又要去打粉 打完粉的花生就要去炒 炒到花生硬碎 加糖 你知道就要溶糖 所以步骤就很多很麻烦 探亲那里要给他们饼 应该是一个月好意图 因为好像 现在你买这边的饼吃 他们都不喜欢吃 反正我们这些饼是比较喜欢的 龙门年饼 以优质冬米花生做主要的原材料 服以糖和盐 皮薄馅多 爽脆可口 清香宜人 饼衣也极具特色 多数以圆形为主 有团圆之翼 还有少许公鸡型 代表如意吉祥 首把青苗插野田 低头便见水中天 这一带的乡民 基本都是靠种植水稻为生 水稻对于他们来说 是一切美好的开始 五十八岁的陈年英 就是当地的客家人 他十八岁就跟随母亲 学习大龙瓷记忆 距今已经做了四十年 今天陈年英打算做一次大龙瓷 给家里人品尝 做大龙瓷的首要工序 莫过于采集新鲜的芭蕉叶 每一次去摘芭蕉叶 陈年英身后 都会尾随着一群天真的小孩子 他们的父母为了生计而长期离家 村里也没有什么新奇的玩具 跟着奶奶去割合摘芭蕉叶 成为了他们的乐趣 一片片芭蕉叶铺在瓷笼上面 能够避免米浆从瓷笼的缝隙中渗出 同时也能将芭蕉叶清甜的香味渗入瓷巴 在硕大的瓷笼里 成在的既是大自然对农家人的馈赠 也沉淀着村民对丰收团圆的喜悦 最后一面声 尽管我们的叶贝 以前有利液及高价穏 什么有利液 但是并且肉才美食 而又用分开 乳房 水 在陈年英家里 依然保留着最古老的充米器具 石充 他认为 用最古老的办法打出的糯米粉 才有更醇厚的口感 厚重的石充 接近有30斤 岁月催人老 陈年英再难独立完成 十几斤的大笼瓷 所以他每次都会把自己的女儿 叫回来帮忙 我妈来了 因为我去那里 很年轻人 拿一只副一副 发明的 没见过 吃饭都还要做 今天一天年轻人 没有 有的要求 但你做不好吃 放给你干脆 放给你干脆 不吃 将糯米粉倒入抹好一层油的锅里 加水 搓 抽 拉 拍 手法要熟练适中 然后再加入调配好的碱砂水搓匀 直到粉料达到起堆自溃 慢连自落的最佳状态 最后装入刺龙里 在平滑的表面上抹上一层碱水 加以调色 放进锅里 用猛火蒸煮 并不是所有的 价格 为了 是 虽然 记得 那些年轻人 在 有信 跟 游 追溯到明朝时期 龙江镇的乡民 多数都是大迁徙过来的客家人 正因为这样的历史渊源 他们特别强调团圆的意义 所以每逢喜庆的节日 他们都会用糯米做成大笼瓷 送给亲朋好友品尝 好 到备 influencing 莫好美好的 开源 在品尝的过程中 蘸一点蜂蜜或白糖水 爽滑的大笼瓷与糖浆水乳交融 就如同生活中的平淡与甜蜜 齐聚舍尖 才入口中又上心头的 不仅仅是美味 更是温情 三国志艺术记载 东汉建安五年 曹操以青梅煮酒 相邀刘备共论天下英雄 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 由此名传天下 在广东 龙门的青梅酒最为出名 中文主见 启卜士 启卜士 ground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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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古到今 酒与人密不可分 在这里有那么一个人 对酒有着深厚而特殊的感情 李立峰 龙门青梅酒传承人 祖上三代都以酿酒为乐 如今 他将家传的工艺发扬光大 创办了极具本土特色的酒厂 这个选用新鲜的青梅 清洗军阵之后 狼军再加入蜂蜜去发酵 发酵一年之后 都受到他们的影响 你走 中国人都是一种饮食文化 都是连不开酒的 所以就从事了这个行业 东江水 似乎是龙门人生活的依托 和心灵的港湾 既造就了当地烹调文化的精华 也传承着龙门人 自强不息的精神 在1993年开始办厂当时 刚刚开始办厂 资金比较紧缺 精地比较劲 一开始就是 下面精煮车间那一块 后来扩大经营之后 就整了这一块 灌装和精煮现在是分开的 我爷爷就做酒 我老爸做酒 到我就做 我希望 这家我儿子就到大一 都是到这个企业管理的 可能到时他回来 都应该是继续传承下去的 青梅酒的历史远远流长 但时至今日 为了适应现代化的生产需求 李立峰 不得不放弃传统的酿酒工艺 改用更大型的生产线 以及融入更先进的技术 李立峰的脚步走得再远 世线 世线 他都不会忘记 祖辈传承下来的酿酒文化 更不会忘记家乡的一山一水 一草一牧 牧从壁山下 山岳随人归 龙门甜淡如丝 泉水绕山而行 冲走了喧嚣与烦扰 也滋养着人们来以生存的磕磕稻米 平常朴素的食材 在那一双双粗利的手中 成为一道独一无二的美食 一口一口的品味间 仿若看到那山村里 醉人的云雾浅卷 草长英妃 天都穿过 我都长大一大 哎 门这种干藏贵 讲 讲这人们 甚少海 去门这种干 肉咬两点 天都穿过 我走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